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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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一下你带上飞儿头盔 瞬间就能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你可以在家里的沙发上 却感觉自己正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俯瞰整个城市 或者在亚马逊雨林中与动物们共舞 这种沉寂式体验正是5G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那么5G和费尔的结合到底有多神奇呢 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小明 他是一个科技尼决定试试5G VR他戴上头盔 选择了一个虚拟的海底世界 结果他在那里遇到了一条巨大的鲨鱼 小明一下的大叫差点把头盔扔了出去 后来他告诉我那感觉就像真的一样 连鲨鱼的鳞片都看得一向二出 这就是5G VR的魅力所在 它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 还有触觉听觉等多方面的感官体验 未来我们甚至可能会有嗅觉和味觉的模拟 让你在虚拟世界中闻到花香 甚至品尝到美食 当然5G VR的应用不仅仅限于娱乐 他在教育医疗工业等领域也有助广泛的应用 例如医生可以通过VR进行远程手术 学生可以在虚拟实验室中进行实验 工人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培学 这些都将大大提高效率和安全性 不过5G VR也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 首先是硬件的问题 目前的VR设备还比较笨重 长时间佩戴会感到不适 其次是内容的问题 优质的VR内容还比较稀缺 需要更多的创作者加入进来 最后是隐私和安全问题 虚拟世界中的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需要得到保障 总的来说5G的虚拟现实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它让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将看到更多令人惊叹的应用和创新 所以同学们准备好迎接这个充满奇幻和惊喜的未来吧 记住5G VR不仅仅是一种技术 它更是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力量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领域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机会 成为未来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5G的智慧城市 城市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5G和智慧城市的故事 这个话题就像一部科幻电影 充满了未来感和无限可能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看看5G如何改变我们的城市管理 让城市变得更着孝 首先神模式5G简单来说 5G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它的速度比4G坏了不止一点点 简直是光速飞驰 想象一下 你再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4G可能需要几分钟 而5G只需要几两钟 这种速度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看电影更爽 更重要的是 它为智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5G在智慧城市中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有趣的例子 一智慧交通在5G的加持下 交通管理变得更加智能 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实时接收交通信息 避开拥堵路端 甚至可以和其他车辆对话 避免碰撞 想象一下 你坐在车里 车子自己开到目的地 你可以在车上看书工作 甚至小睡一会儿 这不仅提高了交通效率 还大大减少了交通事故 二次环境监测5G让我们可以实时监测城市的环境状况 比如空气质量水质噪音水平等 当某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变差时 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提醒市民戴口罩 甚至可以自动调整城市的通风系统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空气质量 这样一来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会呼吸的有机体 时刻保持健康 三智慧能源管理5G还能帮助我们更高效的管理能源 智慧电网可以实时监测电力需求 调整供电 避免浪费 比如 当某个区域的用电量突然增加时 系统会自动调整其他区域的供电 确保整个城市的电力供应稳定 这不仅节约了能源 还降低了碳台放 让城市更加环保 智慧安防 5G让城市的安防系统更加智能 高清摄像头可以实时监控城市的各个角落 并且能够自动识别可疑行为 及时报警 比如有人试图闯入某个重要设施 系统会立即通知警察 并且可以通过无人机进行追踪 这样一来 城市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市民可以更加安心的生活 无智慧医疗5G还能让医疗服务更加便捷 远程医疗技术可以让病人不必亲自去医院 就能接受专家的诊断和治疗 比如 一位住在偏远地区的病人 可以通过5G网络与城市里的专家进行视频会诊 专家可以实时查看病人的病例和检查结果 给出治疗建议 这不仅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还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 总的来说 5G就像是一个魔法棒 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智慧和高效 当然 这一切的实现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推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智慧城市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回去后 能够好好思考一下5G和智慧城市还有哪些有趣的应用场景 下次课当然 我们再来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5G的云游戏即时娱乐的革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前年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5G的云游戏 这个是即时娱乐的一场革命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其中的奥妙 首先 什么是云游戏呢 简单来说 云游戏就是把游戏的运算和渲染工作交给远 最终是把游戏的缺端的伺服器来完成 然后通过网络把游戏画面传送到你的设备上 这意味着你不再需要一台高性能的游戏主机或电脑 只要有一个能上网的设备就行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 那么5G在这里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5G网络的高速度低延迟和大容量 正是云游戏所需要的关键要素 想象一下 你在玩一款需要精确操作的动作游戏 如果网络延迟太高 你的角色可能会在你按下跳跃键后几秒钟才跳起来 这样的游戏体验可不怎么愉快 而5G的低延迟特性能够确保你的操作几乎是及时反应 让你感觉就像在反地玩游戏一样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有一位游戏爱好者小张 他一直梦想著能够随时随地玩他最喜欢的高画质游戏 以前他总是备注一台沉重的笔记本电脑 还得找个有稳定位快的地方才能玩 自从5G云游戏出现后 小张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他只需要一部手机和一个5G网络 就能在公园的长椅上咖啡馆的角落里 甚至是地铁上随时随地进入游戏世界 这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现代版的游戏超人 随时随地都能拯救世界 当然5G云游戏的革命不仅仅是方便了玩家 还为游戏开发者带来了新的机遇 由于不再受限于玩家设备的性能 开发者可以创造出更加复杂和精美的游戏世界 让玩家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视觉和操作享受 总结来说5G的云游戏确实是一场即时娱乐的革命 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玩游戏的方式 还为游戏产业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未来随着5G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令人惊喜的创新和变革 那么各位同学准备好迎接这场游戏革命了吗 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精彩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非常高兴能与各位在这里共同探索5G技术的奇妙世界 今天我们聊到了三个重要主题 5G的虚拟现实智慧城市以及云游戏 这些技术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丰富多彩 还为未来的创新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 简单来说5G就像是我们通往未来的高速公路 其超快的速度和低延迟特性为虚拟现实提供了沉浸式体验的基础 让我们能够在虚拟世界中自由探索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5G技术使得城市管理更加高效、环保和安全 而在云游戏的领域 5G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高品质的游戏体验 真正实现了及时娱乐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5G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科技进步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 它让我们的想象力不再受限 未来的生活将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惊喜 想想看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在虚拟实境中与外星人交朋友 或是在云端中与全球玩家一同拯救世界 不过这一切的实现还需要我的共同努力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些技术的讨论和应用中 成为未来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最后我想邀请各位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5G的虚拟现实、智慧城市和云游戏中 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想法随时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来聊聊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Live and feel we convey Live and feel we conve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Every stor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Living clear We conve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Living clear The story We conve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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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